首先跟大家說一聲不好意思 因為我家附近的冷氣吵聲音突然間響起 可能大家聽起來會比較辛苦 不過盡量安排 打個麥克風就好一點 大家多多包涵 沒辦法 地方選擇不只 居住環境也會影響 盡力適應新環境 盡力發聲 跟大家繼續發聲 今集厲害了 今集就說大家最近很關心的一個問題 當今聖上好像忽然間生了一個樓 還是大樓 還是老樓 很大的老樓 好像不可以留下來那種 是不是這樣呢 實際上有一位御醫的說法 是很厲害的 這位御醫是哪位呢 一會兒馬上講給大家聽 當然就是大中國 大中華的御醫來的 大家留意著就知道了 總之看過民間傳奇的朋友都應該知道 但凡民間的怨氣太深太深太狠心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些異象 其中至經典的異象 我想大家都 中學程度的朋友都應該知道的 這個異象就是 元朝末年有一首童謠很流行的 就是什麽說 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 天下犯 韓林兒那些都出來了 然後那些人的民工 專門處理被奴役那些 就說修理黃河的時候 就在河邊 在泥攤那裡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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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到一個石像 就是單眼石像 哇厲害了 是這樣的 還不是天命 還不是天衣 就是這樣的 有這樣的民間傳奇 很自然就是因為元朝那些暴政 不過現在有一些人都回港了 其實元朝不差的 最差都是明朝而已 那種啊 好 時至今天 諸如此類的民間傳奇 依然是陸續上市 因為統治本質沒有變 民間傳奇有很多 而最新上市的民間傳奇 之前就是 最近蠻蜂蜂蜂的 就是當今聖上 忽然之間 生了個老樓 不是小樓 是大樓 那麼簡單 還有什麼動脈樓 不是靜脈樓 就是要很凍的 動脈樓隨時爆 爆 好似中國的電視機 成龍博士華 簡單來說 這一種是咒怨 民間怨氣 集體怨氣 集氣 集氣 不過是集體怨氣 真的那種 簡單來說 打他不死也就死他了 打不死也就死他 那種說法 現在實情就是這樣 問你服美 就是這樣 問題是 大樓 這種傳 風傳 當今聖上生老樓 小弟都聽了兩三年 大大話 聽了兩三年傳來傳去 兩三年前已經傳過了 大樓 現在傳出來的那些日常 太陽報那些說法 那這些 小報來的 當然他也會拍下大樓 帶飛的時候怎麼追求小弟 那些東西 但是 Tap來是這樣搞的 本身已經是 有問題了 是不是 但是你看回實際情況 當今聖上呢 現在還到處走的 還懂得開會 什麼共青團一百周年 說說一下 就是 就是叫 一些人 一會一會拍下 我們這個位置也要鼓掌 但是全身應該要鼓掌 說一下 公園的海狗 那這樣 Ä 懂得這樣 其實都很正常 即是走到 踢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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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 是炸病 你不要說廳材是炸病 因為炸病是毛澤東 中共的共太祖 毛澤東 的關記 絕記 必殺記 問你怕未 當今聖上 他作為毛澤東2.0 自然有樣學樣 令計學到幾成 但一定是 一代宗師是你一招 功夫兩個字 一橫一直 那種 他一定會學這些 一代宗師是榮春 我就榮春 尋巧 錶子 小念頭 我就這樣 尋巧 錶子 小念頭 我就這樣 一路就這樣學 關於中國的政治人物 炸病 拿手套 為自己的政治計算 這些政治圖謀的東西 中國歷代可以說是能人 背出很多能人 現在香港大陸發育之後 都很多能人 能人所不能的能人 有個能養的能人 可以說能人背出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曹操 一講曹操 曹操就到了 司馬爾 司馬爾 不是司馬爾 司馬爾 連曹操也不夠 曹操 曹操也不夠 都被他玩死 他最喜歡炸病 還有一位大家熟悉的 不要說那麼遠 就是袁世凱 袁世凱 袁世凱炸病就很威 大家都應該留意到 滿清末期 到時候 保路風潮 跳路風潮 跟著又沒有槍起義 之前 袁世凱和涉政王不合不合 索性慈官 只要自己拿著 槍桿子在出政權那裏 拿著新兵 怕你有牙 自己就說我不生病 我要翻一下 釣魚 扮世古舟梳立 用獨吊韓光雪 那裏就在那裏聽到 馬爾仔有些什麼好事 告訴他 一直都在做這些事 在那裏釣 釣泥芒果海 就是那種釣你老母 那種釣 釣釣釣 講掃講掃 就勸退了 就是這個 御龍王太后 叫普怡回家睡 小孩子還沒煎奶 煮奶 然後那邊 也都勸退了 孫中山 孫中山沒得不退 結果就釣魚 釣了一個 中華民國大總統 那張官帽出來 差不多做皇帝 後來洪憲帝也算一下 差不多做皇帝 釣帽 釣你老母出來 釣了一個大帽 就是中華民國的大總統 那時候被譽為中國的華盛頓 哇 你說多威風 國父來的 中華民國 國父應該是他 不是孫中山 那時候就這樣釣出來 問你怕不 人家會釣釣 就是這樣 當然 你也順便說 就是一個是 元朝末年 明朝初年 就叫做一個賣絲 賣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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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方國真 不是方國山 方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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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方國真 沒錯 那他就厲害了 他直接就 之前就 彈出彈入 彈出彈入 又投靠朱元璋 又反朱元璋 又投靠明朝 又反元朝 嘩 厲害到 真的沒有人有 自然到沒有人有 那但是呢 他真的不要理 朱元璋呢 就是 拿到江山之後呢 他呢 就 都歸順了 當然在北京那裡住 知道不可以離開 離開 命制都沒有 那但是呢 朱元璋叫他上朝呢 他都是不上 那個理由就是 他病了 病了 病了七年 破了世界 見歷史 那些多久 七年 那 那 炸病 炸病到 真是死了 他 穿完張 熊帽 元璃到熊帽七年 那時候呢 都是在那兒病一病 我病了 真的 真的可以百年歸老 那這種人 他就炸病七年 這個就是一個例子了 那 至於毛澤東呢 剛才說過 一代宗師 他都可以說是炸病界的一代宗師 來的 還有呢 他比其他威風的地方 就是他揚威國際 就單止 跟對手 或是趁家 或是黨內的趁家 是在那裡炸病 他在國際場合都炸病 厲害 這真是揚威國際 不是那麼簡單 是世界第一 那些是中國第一 那些都是世界第一 楊威國際 真的幾乎可以拿這個 就是奧斯卡影帝 康熊城影帝 柏林影帝 威尼斯影帝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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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四起 不要嚇你 那 根據這個御醫 李智衰 啊 就是毛澤東的御醫 當然就是 現在不是習近平的御醫 但是更有代表性 他出了一本經典作品 是很厲害的 叫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就是毛澤東包皮過場 都是靠他講出來 啊 跟著呢 那些毛尼頭狗 有些七頭皮 都是他講出來的 啊 又一輩子人測牙 就是那些呢 跟著搞到一些 還有因為自己呢 啊 啊 從屋立舊呢 搞到他那些 跟他一起跳舞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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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呢 有些病啊 啊 有些專業的性 專業性病啊 就被他搞出來 都是靠那位李智衰 啊 就是李智衰 就是這個人 就是 反中亂講 不是 沒有亂講啊 總之呢 就是亂講 就是那些 就是後來被人罵的嘛 就是你的名字 有名字叫李智衰 你想想 你真是智衰 啊 就是等於呢 嗯 香港人呢 就有個集體名叫 就是 香港國話大師 叫呂仇坤 啊 泛民呢 集體名叫呂仇坤 就是呂仕仇坤 你說死不死 改壞名 總之呢 李智衰呢 那個經典作品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裡面呢 有些講法很過人 他是毛澤東的御醫嘛 所以呢 餘醫的講法是這樣的 就是說什麼呢 啊 他說其中一部分 講了很多 他講了很多東西的 啊 有機會有和大家 講一些過癮的事情 他說1963年 中蘇關係呢 就陷入低潮 毛澤東呢 就用炸病 啊 就是炸病 就是炸病 就是病到死了死了 就快去見馬克思那隻 啊 馬克思史太林那隻 馬克思列寧史太林那隻呢 馬克思列寧史太林那隻呢 就快去見馬克思的 那些方法演技 就是這個 羅伯迪努自殺的 這個馬龍伯蘭道都自殺的 方法演技 用方法演技 去試探蘇共的反應 看看怎麼看他 因為那時候 開始關係麻麻嘛 他才是呢 就要 就是要 精一求精的嘛 是不是 他在寓衣 他的寓衣是理智衰的面前 和那些貼身衛視的面前呢 就寓演了好幾次 啊 就是什麼寓演法呢 就是彩排 rehearsal 就是呢 要用一用 就是 就是 dress up rehearsal 就是 装衣服的那些 就是用毛巾皮 就蓋著自己 跟著 嗯 真的啊 哎呀 神情很呆滑 表情很痛苦 嘔嘔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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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隻呢 就很認真地 就是 演了好幾次 啊 問一下李治水哥 那些位 可以不可以 這條奧斯卡演技 可以不可以 直接行啦 好行啊 和尚 那一小時呢 哎呀 演了好幾次 都沒有問題了 就 立刻叫蘇聯駐華大師 就在他面前呢 他在床前啊 啊 他見啊 尼克遜都在床邊啊 啊 有什麼大不了啊 啊 啊 那在床前呢 他就 啊 就再做一次 病病病病病病 眼反反 口吐白磨 啊 整身震了 啊 啊 這樣啊 那真的騙到蘇聯啊 這個駐華大師 這個蘇聯佬 就說回報回當時的蘇聯佬黑露曉夫聽 那另外黑露曉夫呢 就放鬆了戒心 放鬆了警戒 啊 以為沒有了道 啊 那就可以繼續搞事了 喂 不過老毛這招啊 經常都用的啦 啊 你不要開玩笑 文革的時候都在炸病 那有些是真病的 根據李志須說 他這種真病的意思是 以致消沉 啊 即是他如果是很順景呢 他幾晚不睡覺就可以的 但是呢 你不太順呢 就在床上閹閹閹閹閹的 不知道做什麼的 啊 接著又找女了 就是這些這樣的東西呢 總之 如此類推 那 作為這個毛澤東2.0呢 當今聖常啊 可以說呢 一定是照版主管 啊 一定是這樣做的 所以最大可能是這樣 啊 從而呢 就發揮四大作用 四大效應啦 啊 哪四大作用呢 第一 方便收封 第二 就是引蛇出動 是運的 就是實硬 第三 就是有敵放鬆 第四 就是請軍入澳 說多一次 方便收封 引蛇出動 有敵放鬆 請軍入澳 那 方便收封 就是我病了呢 看看各方面的反應 啊 有些哼哼哼哼 好像很愛我 是不是真的呢 有些就嘻嘻嘻嘻嘻 哇 你早死早著 哇 這些傢伙這樣 收光了 無論是黨內或者黨外 或者國際 那第二 就是引蛇出動 是不是 就引出黨外 黨內 那些異議聲音 尤其是黨內 咦 我如果病 快死得 那些傢伙會怎麼看呢 啊 是不是馬上不同了呢 啊 有些各方意見 我都想收回 那些 江派的那些人會怎麼看呢 那些團派的那些人會怎麼看呢 那些人會怎麼看呢 那些人會怎麼看呢 就是這樣 引了他們出來 是不是 那第三 就是有敵 放鬆了 就像剛才說的 毛澤東建的蘇聯 駐華大使那樣 嘿 當然就是令到蘇共領袖 哈勒爾夫都放鬆了 就是說 在黨內那些主要對手呢 啊 以為他就快去玩完 大家都是磨拳擇獎 抹兵黎馬 那樣想著 這套又不輪到我 那一下 嘻 現在應該是 一定是這樣 除非不是 第四 當然請君入夢 我洩了局 請你進來 進來我便一望打盡 是不是 就是這樣 你自投狼妄 然後我一望打盡 最好不過 事人以弱其實是引你中招 所以結論很簡單 文革初期 六三年之前和蘇聯駐華大使 都是文革 雲釀期 文革初期 六六 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給江青 說自己身上有兩種氣 不是小長氣那些 也不是胃氣那些 兩種氣 一種就是虎氣 主要的 老虎的氣息 老虎的氣 即是霸氣 他說是主要的 他認為是主要的 另一種就是猴氣 猴子氣 猴子氣 即是流氓氣 即是流氓氣式 他有兩種氣 一種虎氣 他說是主的 一種是猴氣 是為虎的 其實很老實 實情應該倒轉說的 主要他是猴氣 即是會玩東西 做戲 做猴子氣 主要是流氓氣息 主要是流氓氣息 你吹得我狡猾嗎 我是這樣的 你說我是陰謀嗎 我是洋謀來的 你說我雙八方這樣玩東西 我引蛇出動 我說你知道嗎 我是這樣的 那種流氓氣息 猴氣 老虎氣 即是霸氣 他都有 但不是經常出現 所以他都是以後氣為主 而當今聖上呢 其實都是一樣 也都因為毛澤東2.0 當然是照抄的 老翻的 不過說到霸氣更加沒有 沒有毛澤東這樣敗 因為江山不是打出來的 你打出來你敗的 叫做有些份 但也不是來打回來的 所以呢 紅二代更加不是啦 而且紅二代也不是最聰明的 是不是 那時候找你 想著你是朱頭平 所以找你 竟然你很像秦二世 紅二代你很像秦二世 他竟然是這樣 自己未必聰明 但會很狠 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這樣 應該說他 苦氣比毛澤東更少 喉氣應該是更多 現在就在玩東西 扮炸餅 所以如果這樣說 他也是 喉氣為主 苦氣為賜 現在喉氣應該是 足足起碼有九成 而苦氣呢 就只是恐怕得一成 喉氣九成 苦氣一成 此之為虎頭喉尾 不是虎頭蛇尾 此之為虎頭喉尾 擺明挽狗你 問你服沒有 一定要服 就是這樣 再次跟大家說聲 不好意思 因為不知道大家聽不見到 那些噪音 諸如此類 那些 那些 冷氣吵聲 不知道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總之 小提 無論有多少險 都會繼續發聲 都會繼續 揭盡所能 去繼續發聲 和大家 一起為香港 繼續發聲 跟著 我 跟著 跟著 走 走